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7月4號 我們之前呢有 跟各位介紹過那個搶救蝴蝶蘭啊 有一個台北的花遊呢 我記得很多批的蝴蝶蘭 一二三 那這是第四批的蝴蝶蘭 它這次呢 出了很多的問題 它這是蝴蝶蘭 因為現在台灣天氣非常非常熱 那尤其是台北 那台北的朋友應該很清楚說 現在台北有的達到什麼38點多度 快39度 我是說一天的最高溫 那在這種環境情況下呢 有些蝴蝶蘭呢 蝴蝶蘭只要超過溫度32度以上 有些蝴蝶蘭呢 你如果是放在假設室內 那室內的本身怕通風不好 再加上呢 你怎麼說呢 那這個花遊呢 我講這個花遊好 這個花遊呢 它也是有開電風扇讓它吹啊 但是溫度還是很高啊 那溫度很高的情況下 久而久之呢 它自然而然呢 這些花呢都還是會生病 溫度太高呢 就很容易生病 尤其是啦 它有的用半桃粒的啊 或者是啊 水苔呢 加盆栽呢 這種養的朋友呢 更容易發生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 因為我剛收到啦 所以呢 我們就 當場就要拆開來 因為 現在的環境不太好 氣溫很高 溫度很高 如果我們不馬上拆掉的話 處理掉的話 到時候 會很麻煩 好 我讓大家看一下 包成這個樣子 我還以為它包絲瓜給我 欸 這麼奇怪的 看起來怪怪的 好我們馬具拉進來 大家來看一下 嗯 我們這樣子看過去呢 沒有看到這個花有什麼 異狀 看起來就很好啊 這一株 奇怪 大家把這個寄給我幹嘛 看起來就很健康啊 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有一點點微微的黑根 但是整體來講 這個氣根啊 算是很完整啊 跟了一些 花有比起來 你可能沒發現說 底下的那個 跟萎縮的那種情況 這個比起來 這個算最完整的啊 應該算很正常 在這裡啊 這個 這就很明顯 就跟剛剛那差很多啦 你看這下面的這個 這個部分的氣根呢 就已經 可能萎縮掉 壞死掉 被它剪掉的樣子 剩下呢 這個 氣根 掃布器 那看起來他好像把 比較嚴重的 他沒有寄給我 那比較輕微的 他拿來 給我處理 因為 他一直都拍這個 他自己的花 拍了很多的蝴蝶藍 很多蝴蝶藍都被他養 養到生病 然後呢 就死 陣亡了 這個我看起來都還好啊 這個我看起來都還好啊 只是根少了一點 像這個就是少根 其實這算還好 如果我們像我們上版的話呢 其實都算很好救 這個根看起來就更少 而且這邊有沒有看到 比較黑 對不對比較黑 這個我手摸的也很黑 這個我 我講很黑的呢 都很有機會 就是說那個氣根它會萎縮 這個鑽是很少根 很少根的情況下呢 這個搶救上呢 就很難講 很難講 那它這上面有花梗 給大家看一下花梗 這個花梗呢 有一點點 它這很奇怪的一種變色 那這個也有牙點了 這個牙呢 看起來好像也要爆出來的感覺 不知道是 不曉得會是高牙嗎 因為我說過這個季節啊 高牙的機率比較高 再加上呢 它有受傷 有受傷加溫度 種高牙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 拍一下這個目前的狀況 搞不好 哪一天真的出高牙 我們再 再拍給各位看 那這一株呢 需要列為觀察對象嗎 好我們來列為觀察對象 因為這個 氣根上來講呢 算偏少 偏少的話呢 它隨時有機會 有可能會生病 還是會有生病的機會 哇 這一株 這株看起來怎麼感覺更糟糕 這個中心 中心的這個 心部位置呢 都已經裸露 這個 這個其實如果 前段還完整的話 這一段可能還有機會吸水 那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 我手摸了這個七根了 已經感覺好像 斷掉的感覺 哇 這個 這一株 這一株 嚴重程度來講呢 算 很嚴重 為什麼我會這麼認為呢 我們這樣子看了 因為它七根少 七根少的情況下呢 它就很有機會會生病 再來呢 這個地方 你看它黃黃的呢 未來呢 這個頭部這裡 黃色的部分呢 未來這整片葉子 有可能會枯黃 嚴重的話呢 最怕它底下有生病 然後已經感染到這邊 然後呢 就 就會往上惡化 因為我們 並不是第一個接觸的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說 這中間到底是什麼程度 感染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目測的話 這邊這裡有一個根呢 這根看起來 好像有一個霉斑的感覺 而且 正在萎縮 像這種情況呢 都很有機會 有可能啊 就是說這一部 這個金部 這一部位置呢 有可能已經被感染 我們講說是有可能 所以我說這一株會比較嚴重 因為它這個地方已經泛黃 泛黃的話 有可能在我們在搶救過程中呢 它有 就有可能會 直接陣亡 直接死亡 那我們在搶救過程中 必須要觀察個 一週兩週 嚴重的話 一兩週 它就 就出現 可能會有一些疾病的問題呢 就直接陣亡 這是嚴重 那慢一點的話 可能會再拖個幾週 所以呢 很難 沒有辦法保證說一定可以救的火 那這一株呢 看起來這個 葉片有受傷 黑黑的有受傷 氣跟上呢 偏少 但是還不至於說很少 跟前面的兩株比起來 那這一株也是 感覺它的好像都芽點 它的花好奇好特別喔 這邊芽點都看起來 都有一點點爆爆的 爆爆的就是感覺好像要 感覺要抽牙的感覺 那這一株呢 我們不用列為觀察對象 剛剛前面兩株比較嚴重的呢 我們才 把它 列為觀察的對象 像這個 這個氣根算 跟那個前面兩株 最前面 比較嚴重的那兩株比 已經算 好多了 不過這一株好像有點 怪怪的 它的花梗 它的花梗 它的花梗的顏色 怎麼怪怪的 看起來像卵斧病耶 這這這這這這 哇 這我很難保證耶 很難 很難判斷 哇 我先撕開 我剛好 這片葉子好像斷掉了 我先撕開 糟糕 很不好的感覺 這我把它列為觀察對象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確定應該是卵斧病 在這裡 有絲絲的感覺 它應該是重卵斧病 那 為什麼我們會 會列為 它是一看就知道 它是卵斧病呢 因為這個花梗的顏色 怪怪的 花梗顏色怪怪 正常的花梗 它不應該是這種顏色 那到時候 搶救的過程中呢 我們再另外再拍 再解釋給你看 這估計啊 卵斧病重到進步 如果 要搶救的過的話呢 可能需要斷頭 斷頭就是 一斷下去 這下面的根就沒有了 就沒根了 又變成沒有根了 就會變得很難救 就會變得非常難處理 而且這一株呢 要馬上就要處理 而且這一片葉子 可能也要拆掉 然後呢 再斷 而且要看看 感染到什麼程度 因為它上面還有 一二三四片葉子 如果我們斷的乾淨的話 有機會 就回來 那 我們只能說有機會 但是這個機率呢 其實也是 很困難 因為最近的環境氣候呢 台灣的氣候實在是 太悶熱了 很難講 這我們列為觀察的一個對象 現在就已經三株了 哇 我發現怎麼越下面越慘的樣子 這個呢 這一株呢 看起來算還OK 跟剛剛前面的比起來來講 算還好 因為整個這樣進步看下去 沒有說 沒有令人感覺 感覺說很不好的感覺 當然我們只是現在乍看之下 那會不會 我們在上版過程的過程中呢 會不會突然又惡化了 都隨時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根據上一批的經驗呢 就有一些就發生這種事 這些事 就我原本 把它列為觀察對象 沒有把它列為觀察對象的那批蝴蝶欄 結果呢 有少數的蝴蝶欄還是會出問題 那這一株呢 看起來也是算還OK 整個氣根上 比剛剛那幾株好了 你看這邊 它花的每個都有爆 花梗上都有爆牙 你看 這個還長得高牙 而且 好慘喔 這個死啊 種卵腑病 我看這個 啊 它這個怎樣 這個經不怪怪的 這個卵腑病 已經種在這個 該死不死的位置 哇 斷頭了啦 我直接摸 直接斷給各位看 已經斷掉了 這株就 這株已經死了 這株已經死了 我這樣子目測這裡 這個心葉的位置 它已經陣亡了 所以有時候 你不要以為長高牙很開心 那長得高牙 你如果顧不好 就像這樣子 你看 卵腑病種在這個位置 很慘 這我等一下呢 把它列為搶救的對象 嗯 四株 哇這樣子隨便 隨隨便就四株 你看這根這麼少 我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氣根很少 蝴蝶來抵抗力就會很弱 蝴蝶來抵抗力很弱 它就會很容易生病 很容易生病 對不對 這是其中一株 那這個 我說過上面這個高牙已經沒救了 因為它的心葉 整個卵腑病 種的卵腑病 已經是沒救了 那這一株呢 看起來這有七根正在生長 整個大致上我這樣看過去呢 我這邊這邊有一個牙點 這牙還沒有抽起來的感覺 整個整個看起來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就是少根 然後呢 可能它之前的有一些爛根黑根呢 所以它覺得它 它自己覺得啦 這個花有覺得 已經它沒有辦法處理了 所以才會丟給我 這一株 喔 這一株 這一株 這一株整個看上去 也是七根 大不完好 曾經啊 我們在第三匹蝴蝶來的時候 有好幾個像它這種的 這看起來七根很好喔 結果呢 結果後來呢 我就 我手劍嘛 我就拿個剪刀 我往那邊剪 剪剪 結果發現怎麼剪下去 裡面黑掉 再剪又黑 越剪越黑 剪到最後剩下一點點根 結果後來呢 那當時呢 我並 當時那個那一株的影片 連結我們放油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一株我忘記不知道第幾號 後來那株搶救完之後 好像印象中好像是第22號 22號搶救完之後呢 我又發現23號跟它一模一樣的問題 結果那株後來我就沒有拍影片 但是我有把它放在我的FB裡頭 列為觀察對象 搶救對象 嗯 這裡呢 這一株呢 這個位置呢 已經出現了軟腐病 這個顏色呢 我把距離拉近點 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株比較 因為這株整體來講 算還OK啦 對角 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看到這個頭的位置呢 顏色怪怪的 哇 我的相機快沒電了 我現在換這個電池 那這株呢 我們不列為搶救對象 但是這個只要把這個頭剪掉就OK了 好 我們先暫停一下 哇 這個 感覺好像 越往下面探索 就好像 越糟糕的樣子 哈哈 這個已經被壓斷掉了 這個葉片 沒有用 像這個 這個斷口斷得不乾淨的葉片呢 未來都有可能有機會惡化 所以要小心 也是要注意啊 這一株呢 看起來 因為它這個感覺好像有 之前有葉片被它撕掉 那這是葉片撕掉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是什麼病造成的我不知道 所以呢 它會不會惡化也不曉得 因為它這個 算氣根少了一點 那也不至於說 不至於說很嚴重 但是我看它這個金布在那邊黑黑的感覺呢 就 不是很理想啦 即便我們上版搶救的過程中呢 隨時都有機會會惡化 因為我們這是憑經驗啦 只要這個金布是黑的喔 就 很麻煩 很 很怕會出現問題 找個 正常一點的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 正常來講呢 大概是應該叫核色的 金布的位置應該屬於核色 不是黑色的 黑色的就是 就是 它之前可能有壞菌感染 那這隻我們就不用列為搶救對象 但是如果日後呢 有惡化的話 我們再拿來看 讚 我最喜歡這一種的 各位你看 只要 只要一個小根 然後呢 很好笑 你看這隻 葉片已經開始枯航了 我們是一直跟各位講 一直強調一直強調說 當這個蝴蝶蘭的氣根呢 爛根的情況下呢 都會加出這個葉片老化 剛開始的時候呢 你看到的情況就是像這個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 當然這片也會老化 日後呢 還會老化幾片葉子的都很難說 都會提早老化 再來搶救的過程中呢 剩下一個氣根之後呢 如果這個根呢 逼不出來 這邊有看到有氣根點 它只要逼不出氣根就會很慘 到時候呢 這個也是要撿撿撿撿撿撿 看看裡面到底惡化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我們把它列為搶救對象 放旁邊 明天有空 我們再來拍 這株呢 這株木漿目測下去呢 看起來 目測算還OK啦 但是我們都很難保證說 是不是有種過卵腑病 因為這邊有葉子被它撕掉過的痕跡 是不是有種過卵腑病 我無法保證 所以呢我們都 只是把它列為 暫時沒有把它列為搶救對象 這個有一個很特別的一點 來看到這裡 那花梗上面長葉子 我們之前呢也曾經拍過這個 花梗上中心長葉子 它從這個中心的位置呢 抽花梗出來呢 就表示說它已經中心的地方 不會再長葉子 未來這一株呢 它如果想存活呢 它就必須從旁邊長側牙 那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們有碰過過 碰過這種的蝴蝶藍 所以我們有記錄 有記錄呢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跟各位分享經驗 那也可以順便做個證據啊 讓大家去看之前的影片 是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之後呢 我們再回過來看的時候 這株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發生同樣的狀況 那這一株呢 我們也要把它列為搶救對象 因為它目前跟很少 跟剛剛前面的那一株呢 很類似 這株有這個叫做變異喔 這有點受傷 寄來的時候呢 可能在寄送過程中戳到了 這個整個看上去應該是還算 還好 我們只能說還好 這株呢 這株 這個氣根看起來黃黃呢 就是表示說它已經 即將萎縮的感覺 氣根黃色的 最下面這兩個 哇這整個氣根都是黃 我這樣目測下去都有點黃 都有點不是很好的感覺 那這一株呢 我們把它列為搶救對象 我們把它列為屬於什麼呢 觀察一下這個黃根呢 會不會萎縮 根據我的經驗呢 最下面這兩條應該萎縮 會萎縮啦 然後上面這兩條呢 也有點部分黃呢 很難保證說它一定會萎縮 一定不會萎縮啦 我們把它列為一個觀察對象 並不是要搶救啦 觀察 我們用觀察的角度來看看 說這種黃根呢 到日後呢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做紀錄 什麼啦 這個寄給我是怎樣 這能活喔 這 這個花友實在是 他覺得我是神人嗎 這 各位 你們覺得這能活嗎 我直接跟各位講這活不了 因為他已經 我說過 我剛剛那個很少根的 我看到在哪裡 喔 這一株這一株 我剛剛說這一株嘛 這一株呢 我剛剛說這邊有卵腑病嘛 我如果把它斷頭 至少它上面還斷頭後 這片葉子會掉 掉了以後還有至少上面還有四片葉子 這個剩下兩片葉子 說白一點 這個頭再斷下去 這個新葉它就直接斷了 其實我們有常常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呢 應該都知道說我們常常在幹這種事 一施它就掉了 這個新葉它就活不了 這株絕對沒救啊 我直接跟你講說它沒救 啊 這什麼 喔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這株原本是在上面的啦 它應該是中卵腑病的啦 然後呢 斷掉了 直接從上面斷掉了 這樣 這樣直接斷掉 它原本想寄給我搶救 但是在寄送過程中呢 它就已經斷頭了 沒救 這絕對沒救 好 就丟掉了 丟掉了 這個 這個 啊 這 我還在拼圖一樣呢 這株呢 我估計可能是這株這樣子啦 對不對 這株原本啊 它寄給我之前原本是像這樣子 然後呢 長這樣子 我覺得我蠻厲害的 我想拼圖 這個東西如果拿來拼圖 應該很好玩 好啊 這株沒救了 已經斷了 這株呢 這株看起來氣根 氣根少 再看看注意一下這個有沒有像是類似卵腑病的感覺 有時候這金布這個位置啊 看起來顏色怪怪的 我就會很害怕 素實在的 蠻害怕的 那這株呢 看起來 根 略多 整體來講 我覺得危險性不高啦 但是呢 還是要觀察啦 這不列為搶救對象 因為我每個都列為搶救對象的話 我就把它可以救火多少株 你們知道它拿這些 各位 我們現在看看剛剛看到放我左邊這邊的那幾株啊 其實我們在之前呢 有第一批第二批前三批的蝴蝶籃呢 我們都有一些我們都沒有列為搶救對象的呢 其實放到外面的都已經順利的在長根 但是有少數還是會有少數的 根還沒有逼出來 那第三批的蝴蝶籃啊 比較慢的 這一株呢看起來也還OKOK 好好好 那我們觀察這些蝴蝶籃呢 就觀察到這邊 接下來呢 那剩下右邊 那剩下右邊 我們列為需要搶救對象的 那個 右邊這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哇還有七株我的天啊 好 明天有空我們再來拍給大家看看 今天我們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